健康一时从小扎根 位于马来西亚新山江家普莱的福莱华小 邀请了新山慈基人医会 以及教育组等社区志工的配合 举办了一场健康环保人文入校园活动 除了为学生们提供一系列的卫生保健常识 校方也邀请慈基志工 以天然的浸丝食材搭配新鲜蔬菜 制作简单的蔬食面 鼓励家长与孩子们一同蔬食环保旧地球 这也是福莱华小第三次与慈基合作 并获得校方董事及家教协会的认同 董事长也清零见证 第一次我们办的就是福莱华小健康书醒日 第二次的活动就是环保宣导 和大爱亮起来这个活动 身心灵环保还有大地的环保都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是要从自己本身的饮食逐渐的改变开始 这非常重要的 除了进行健康咨询 同学们也透过测量BMI和认识食物金字塔 进一步了解到要控制肥胖问题 得从正确的生活习惯做起 在马来西亚有30%的小孩都有肥胖的问题 把重要的信息是说 肥胖或者饮食的习惯带进去校园 教育那些小孩子来避免肥胖的问题 要吃得健康 要做得健康 才有更好的健康的身体 把血液搞好 不可以吃很多油类的 要减肥 还有要多吃水果和蔬菜 还要运动 为了身体健康 透过一系列有趣的攻占 学生们除了学习到各种身心保健常识 更懂得注意个人卫生 也借由情绪管理课 让孩子们学习自我控制情绪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洗手背 手心 指甲 手指里面的一些空隙 正确的洗手还可以避免细菌 不会这样容易的生病 学生有说很开心 有学到东西 因为一个人身体健康 才会有健康的头脑 才会有思想敏捷 对他们的学业上会有帮助 为了让家长与孩子了解蔬食与环保的密切关联 慈济文艺会配合校方的安排 分享蔬食与环保的好处 同时邀请慈济之工现场示范 如何以纯天丸的净丝食材 制作简单可口的茶食及蔬食面 将健康环保人文教育带入校园 除了推广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再加上良好的卫生习惯 孩子们未来才能拥有健康的身心 茁壮成长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工 马来西亚新商报导